郵輪 郵輪在香港來說是一個最安全的地方 因為沒有一個岸上的地方 可以坐到所有人都已經打齊兩針過了14天 以及在上船之前48小時 有一個因證的檢測結果 這兩點來講已經保證了 我們將風險降到最低 在這個空間裡 所以好像一個安全島一樣 另外我們郵輪都採取了一些更嚴格的措施 超越了政府對我們的要求 譬如我們的製造參 其實我們都是我們的員工 幫助你們製造這個食物 防止大家共用的一些刀叉 傳播這個細菌 另外我們的企院 其實政府的要求是85% 其實我們是更加研究 給大家更加多的社交空間 最近我們都加強了 對過去28天來香港的人 我們都收緊了 他們可能28天之後才可以上船 給政府要求的21天還要再移隔 我們其實是希望給香港人更加多的信心 是可以參加這個郵輪的旅行 除了這些措施 其實我們硬件在郵輪上面 其實每一間房 每一個公共空間 都是8%的先鋒系統 每一個小時的換氣的量 是學友換氣的次數 是可以高達15次的 比政府要求的6次 還有多兩倍 另外每一個人 每一個小時的先鋒量 是25平方米的 是相當之高的 比我們的寫字樓、酒店 都很高 其實我們在今年5月26日 政府宣布服航之前 其實都一直有我們一些忠實的校戶 或者我們的會員 都在這裡查詢 或者在我們的Facebook 都查詢我們什麼時候服航 因為他們都已經看到 其實去年我們的品牌 在7月26日在台灣已經服航 去年11月份已經在新加坡服航 他們都很想知道 香港其實那個防疫的情況 都是很好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都可以看到 我們香港都有一班 郵輪的外號者 是很想郵輪快點服航的 當然我們服航之後 我們真的覺得 那個表現是好過預期的 多了很多年輕的客人 或者是多了很多人 其實是重複有上船的 我們有差不多接近20% 在過去四個月 裡面的人是上船多過兩次的 這個都是相當高的一個比例 那都是表現了 其實大家都上了線之後 都很認同我們現在的產品 還想再重複體驗 因為船是很大的 可能覺得一次都未玩夠的 另外有一對夫婦 他們都在郵輪上面 他坐了超過一個月的郵輪 他們其實的體驗就是 他們覺得在郵輪上面 有得吃有得玩 然後又那麼安全 他們覺得是很享受的一件事 特別在這個不可以出境旅遊的情況之下 他們覺得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我們服航之後 我們都做了一個分析 其實我們的年輕客多了十幾個% 我們在香港工作的外國人 由3%上升到17% 都是一個很高的比例 其實在這些上面 都可以表現到 其實郵輪已經擺脫了年紀大的人 或者是家庭下的一個形象 他是更加年輕和多樣化的 可以提供不同年齡層 不同國籍的人的需要 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很鼓舞的 這些信息 其實在COVID的影響之下 我們覺得是最令我們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香港在這種情況之下 多了人懂得郵輪 多了人享受郵輪玩